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怎么说这记好声音获得的这个成就 也是其他综艺节目难以忘记相悖的 那么由此有人就说 这个节目谁上谁火 所以很多人说这好声音导师 恐怕今后就得有人争着来 可你说有争着来也有退出去的 今年这好声音导师呢 那应于生庆没变 新来了汪峰张辉妹 去年那两位少了 谁一个刘欢一个杨坤 有人说刘欢那是真够玩 为啥他往那一做定海神针 很多头一届看好声音的观众 尤其中老年观众 就是问刘欢去看的 刘欢去年就放出风来了 我不会再参加第二季好声音 所以人家这个退呢 主动撤出 那说杨坤怎么回事 杨坤可说我还想接着当导师 那他为什么今年他没上呢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杨坤作为一个歌手 他这些年来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 非同寻常的道路 那首先咱得跟大伙说 为什么今天杨坤没有成为好声音的导师呢 这里头的原因是很苦的 就代盘这个导师跟节目组 他要想接着合作 那都得符合几个条件 就是我这节目 你导师来 能不能拉动我节目 收拾往上走 导师也得考虑我上你节目有没有用 那么毫无疑问杨坤 他是想接着当第二季好声音导师 很可能就是由于钱的问题 价码 他的档期不合适 所以双方就没有谈拢 但杨坤也没闲着 最近这北京电视台那个最美和声 他在里边当主持人 这一步跨到主持人行列列 所以就说杨坤他是想做第二季好声音导师 而且他在好声音舞台上 他是发挥了作用的 很多人都说说你看去年那四个导师 刘欢不用说了 那英语成庆 这都大玩 跟这哥仨一比 好像是杨坤差点 确实 从资历名望来讲 杨坤跟那三位还不能拉平平平坐 可是杨坤在第一季好声音的导师 这个团队里边 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首先咱得说 杨坤正因为自个儿是这里边的小弟 他才能放下身段 这那边他为了求一个选手 他得先打开这局面 我一年有三十二场演唱会 你跟我来吧 我今年有三十二场的全国曲演的个人演唱会 我邀请你当我的家 贵落 面对你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只有特别真诚的告诉你 三十二 三十二场都不讲了 我再讲他们都觉得我虚伪了 但是我真的有三十二场 还讲 你看着我 你知道歌手的生命是什么吗 你一定要不定时的站在一个舞台上 你要表现你自己 所以你现在没有这个舞台 我会给你提供这个舞台 接下来 今年我三十二场上场演出 请你当家庭 我觉得你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你是淋漓尽致的 把你所有的那些很完美的东西都表达了 同时我转过来的时候 我的小心脏又小动了一下 就他这首先很热情 放低姿态 那今年的这活呢 多半都让张辉妹干了 到我这里来吧 欢迎你加入阿妹 family 他干这活 今天选了我的歌 也许明天 我就给你喊未来的明天 你来我这一对吧 来阿妹 family 欢迎加入 小娜 谢谢 谢谢 小娜 所以就总得有人放低神段 为什么我们有人爱看好声音 其实就满足我们一点虚荣心 说过去咱要招聘求职 哎呀 你看我这 我这都挺好 我这名牌大学毕业 你基本很少看着招聘那人 你到我们这来吧 求求你了 咱们其实看好声音 就想看这个 刀过来了 这么大半 求学完 你上我这团队来吧 那总得有导师放下姿态 杨坤就是充当这样的角色 而且杨坤呢 现场能活跃气氛 他一放低神段了 那么导师跟学员之间 这种隔膜就没了 他起到一个比较好的 打破原有气场的作用 再一个杨坤的作用 体现在哪呢 山晴 他经常现场就流眼泪 一般来讲 你说老爷们长成杨坤那样的 流眼泪是很丢人的事 所以杨坤一哭 全场都感动 他一流眼泪 马上这山晴氛围就上了 为爱诗狂 为什么能把杨坤感动 有人说是感动 他就在那演戏 配合情 那可不是 就这个歌真是一锥子 扎到他心里头 把杨坤心事勾出来了 什么心事 这杨坤呢 老家是内蒙古包头的 后来呢 跑到北京来 当了北漂歌手 北京有大量的这样歌手 现在我们知道城外的 像沙宝亮 北漂 包括其他行业的黄博 周迅 这都是原来北京厂的 助唱的歌手 那时候杨坤也是这个经历 他来到北京呢 开始在各个厂子唱 条件很差 唱一场给几块钱 多了给一两百 租这地下室 可是我们到现在也知道 杨坤那是个创作性歌手 给写歌 那么这个写歌和助唱 它是矛盾的 这个时候呢 杨坤呢 和一个很好的 跟他关于不错的女孩 俩人一点点就好上来 然后就一起租房子 通居了 那么这两个人在一块呢 这女孩也支持杨坤的事业 杨坤说 我不能总去助唱去 我觉得我有这能力 我要写歌 说那么对吧 那你就不出去唱起来 你在家写歌 可是这时候有问题 这个写歌 没写出来的时候 他没收入 那两个人在那 你只要一块过日子 他为什么说 这个贫贱夫妻百帅 小伙子一个人 俩肩膀扛个脑袋 自己吃饱 你连狗都喂 不在乎 不行方便 对回一口 可是俩儿一块过日子不行 你得吃有吃样 穿有穿样 所以这家里他没钱 你眼见着天天得花钱呢 这女孩开始挺好 说我挣钱 这女孩出的工作去 这杨坤在家里行动 可是我们说 这个情况 停不了多少时间 1997年有这么一天 这女孩回来跟杨坤说了 咱俩分手吧 杨坤也感觉出了 据说这女孩后来跟一个有钱人好上 很正常 我们不能在这时候说指责 这女孩怎么怎么的 人家凭什么把自己大好青春 托付给一个见不到希望的男人呢 杨坤为什么说分手 他也同意了 就你想要的生活 我给不了你 作为个老爷们是个耻辱 你走吧 所以杨坤 这女孩走了 杨坤这眼泪也下来了 拿起吉他 自己就自弹自唱 就在这种情况下 杨坤最最出名的一首歌 就这么创作出来 无所谓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流过的幸福 是短暂的美 幸福过后 才会来受罪 错与对 太不说 但那么确定 是与非 太不说 我不后悔 破碎就破碎 要什么完美 绑过了自己 我才能倒飞 为什么杨坤一边弹着 一边流眼泪 唱着无所谓 其实不是无所谓 他是有无所谓 生活当中 你有点什么事 挺难受的 你说你这怎么样 无所谓 你嘴上说无所谓 心里的特大事 为什么说无所谓 假装轻松 觉得我不拿他当回事 这是什么 人的自我保护 所以杨坤越是唱无所谓 他越有所谓 他越是原谅这世上 所有的不对 不要让什么痛苦的轮回 越装作超脱 他越放不下 就说 这段感情经历 对他来说 追心之痛 一辈子他都忘不了 所以中国人说 欢愉至此难攻 愁苦之言一巧 你记住你高兴的时候 什么都写不出来 你难受的时候 妙逼生化 因为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会 因为买不起歌了 我就自己写了 我自己写吧 反正我也买不起 自己天天在家里弹琴 我也不知道在弹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根 我有一根筋是对的 就那个感觉是对的 我自己写词 写我的经历 写我的故事 写我如何 怎么这个世界都这么不了解我 我怎么才能会让大家都喜欢我 都放在这个歌里面 好 欢迎你回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所以说到这咱们就明白 杨坤好多的歌 他是在聪盈的情绪之下 才创作出来的 而且这种情绪呢 他不光是来自自己 他只要一个感情世界 很丰富的人 他随随可以从别人的感情世界里 照到自己内心 然后再反馈出来 你看杨坤有一首歌 就不是他自己的事 这首歌叫那一天 在天下无垒里面就插去 记得那一天上雨 安排我们前三年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 记得那一天 爱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我接不知道何时在相见 那么这歌杨坤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们听起来很伤感 杨坤这嗓子 天生就适合表达那种伤感 你像这种沙哑 张宇嗓子有点沙哑 你听张宇唱用心两苦 换歌唱不出那感觉 所以这是杨坤 我们今天看到 他为什么有这样成就 他的感情世界特别充沛 我们搞文学创作的同事也是一样 你要想你写的东西感动别人 你要不被一些事感动 那你做不到这个 咱说你铁石心肠 你写完东西别人看了 哭的稀的话了 不可能的是 所以说杨坤正是用自己的感情 来感动他人 当然这样的人感情聪沛 一个好处 艺术创作没问题 但另外不好之处容易受伤 你记住感情越聪沛的人 他越容易受伤害 这受什么伤害 他容易自个伤害自个 杨坤2005年录了个专辑 叫2008 之后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 不知道他这是哪去了 他怎么来 抑郁症 你说抑郁症有朋友 抑郁症跟娱乐圈的人真多 这也抑郁症那也抑郁症 连你们干主持人都有崔伟源这样 很正常 因为这行面对大众 他的压力很大 而往往这个行业从事的人 在茫茫人海当中还不算多 他很难跟亲戚朋友倾诉自己的 这苦恼 没有人跟他有类似经历 就很难有人理解他 所以这人压力大 竞争激烈 容易出于抑郁症 严坤当时就觉得 你说我写歌 写完无所谓 创作的这个我也活了 我认为是个有才华的人资格 我还能写下来 可是创作怎么也突破不了 咱们看好多艺人 都面临着创作的瓶颈 总想回到那高峰期 很难回到 有的人无法突破 患上瘾症 所以杨坤当时突破不了 这个在大众面前销声凝结 他有着温柔细腻的情感 他也是敏感脆弱的歌者 他似都市中一颗飘游的孤独灵魂 曾几何时 杨坤无法适应 突然忙碌的生活 压抑的性格 让他无法面对光鲜亮丽的舞台 崩溃至极的他 饱受抑郁症困扰 然而十年的坚持 十年的感悟 不惑之年的他 仿佛重获新生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知道杨坤老家那猛的 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天天看着这些草原 高头大马 风吹草地见牛羊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在这个环境里待了一年多 他在干嘛 寻找创作的灵感 所以后来回来之后 他出了个专辑 木马人 里边还有什么红旋摆 等等这些 很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们今天再听他这传辑 李春木马人 非常非常好 我追过草地见牛羊 无论被二里吐都带上 一位手雄影砸肩膀 把天地都收紧胸膛 下酒带奔驰马背上 有某民族人爱着远方 被梦撞掉客的脸庞 从出生就有个沧桑 被杨坤当时 使用这样一种方式 从原来自己 这个噩梦一样的状态当中 走出来 那么当然我们说杨坤唱歌 他这个人要红 他有他的规律 你要是外形好 你不一定能红 但是你要没有一个 有标识度的外形和嗓音 你也活不了 咱们说好声音 出了很多唱歌 你听非常好的 可是他的形象 有得注定他活不了 不是说非得漂亮 你也得有特点 你像吴墨仇那样 特别有特点 那大海报各地铁 把孩子都能吓哭了 有特点 这也能红 杨坤就是外形上 确实有特点 更主要他的嗓音 辨识度太高了 你一听就知道是他 当然也有人混了 是不是阿渡 阿渡跟他挺像 但他俩不同 阿渡天生嗓就那样 就痒 杨坤这是后来自个作 本来杨坤唱歌的嗓子 又高又细 难高音 可后来怎么弄成这样了 他这个声带出了点矛盾 得动个小手术 动完手术代不告他 得痒几个月 结果动完手术之后 第三天 人家找他唱歌 给不少钱 他也没经过这诱惑 就去唱去 这下坏了 回到家之后 嗓子就痒 完了 这嗓子就出血 在家里一养养三个月 过了三个月之后 再唱一调嗓坏了 这嗓子就成现在这样 可没想到因祸得福 他这个反而成了 他最有表示度的了 你现在听无所谓 你咱普通人唱 你一听 那味道就出不来 就非得这样的 沙哑着嗓子 好像很多痛苦 都憋出来的似的 这才能唱好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当然杨坤的辨识度高 不仅仅是嗓音 还有他动作 动作大伙都知道 有的二人家演员调侃 哎呀 杨坤老师那歌唱的 就像烟抽的老多了似的 那嗓子都哑了 一边抽一边 还一边唱歌 还一边抽烟 这首在那弹烟灰 脚底在那碾烟头 说杨坤 就他的动作很有辨识度 有一回杨坤呢 腿摔坏了 骨折 他说完了 我这灯台够呛了 为啥 他那腿不那么抽动 他唱不出来 所以这腿 腿骨要折了 我不能碾烟头了 我这动作就没了 所以他这点不如陈一勋 陈一勋腿折了 一样上春晚 唱的音外情 所以这杨坤呢 这个动作非常有辨识度 而且这个辨识度 影响了好多人 你看现在好声音呢 或者别的选秀舞台上 一个歌手拿麦克 他不拿麦克的手 都学杨坤 就非得上下纷飞 要不然表达不出感情 无所谓 谁为你缠绝 无所谓 谁让我谁吵极 如果我太欣负 是他在这里 所以杨坤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歌手 那么咱们最后再得说两句实话 说杨坤呢 木马仁这个歌 那一天这个歌 明显没有无所谓名其道 那么杨坤现在呢 这是又当导师 又要干主持人 他干啥 拓展自己的业务 同时也说明 他对自我创作 不是很自信 他靠情绪 靠感情 可是到现在 荣华富贵都有了 他的感情世界 还可能出现 97年那一幕吗 那哪个女孩 喜欢上他呢 还会因为没吃没喝 离开他吗 肯定不会 所以没有这样伤痛经历 他就很难 再把这种伤痛的感情 揉入到歌里 去感染婆罗大众 所以有的时候 你记住 创作的高峰 不是那么说来就来的 他需要你生活的代价 来换取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有那么句话 说的很有道理 一个人出名了 就意味着 他的巅峰期过了 就是他刚出名 那是他最好的时候 一旦出名了 荣华富贵来了 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状态 他值钱的东西 宝贵的东西 有可能就一去不复返 所以我们说杨坤 很有可能 无所谓 是他这辈子的最高峰 那我们最后一起 再来听一遍 这个百听不腻的 无所谓 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 所有的不对 我无所谓 再见